苗栗泰安中雪山由一名57岁的赵姓女登山客下山途中迷路 随行的山友通报后搜救队员也展开搜救行动 但过程中一名队员田志忠不慎从山壁上翻落下了溪谷 至少有10米深的高度 造成她左手腕骨折疑似还有气血胸 因此就被紧急吊挂下山就医 她之所以掀起话题是因为过去曾经登上消防猛男阅历的主角 还好这回受伤送一后并没有生命危险 小田你出来了超强一只手继续走 一手包裹纱布一手组着登山杖 转队员搜救过程不慎受伤 还得从陡峭的边坡小心翼翼的走下来 坐上去坐上去 我有事的我有事的 一星人将队员护送上直升机 同袍喊话叫打气 受伤队员即使身体疼痛 还是靠着意志力比了个赞 空勤直升机交队员后赶紧将人送往医院 不能打球了 这一班队员田志忠被送到医院 他的左手腕严重骨折 疑似还有气血胸 原本一星人26号在苗栗泰安的中雪山 寻找失踪的57岁造姓女登山客 苗栗搜救队还有新北的搜救人员先后上山联手找人 只是人还没找到 搜救队员却从10公尺高的陡坡 率进西床 可能是因为这几天因为山路都下雨 那个失滑不小心打滑到10公尺的那个山崖下面 32岁田志忠从事消防工作已经12年 因为外表和身形还曾引起网友骚动讨论 今年还登上消防猛男阅历主角 应该说出前就觉得 就是要小心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 没想五年后再次受了关注 却是因为在搜救过程中衰弱受伤 门离市场学校长也亲自前往探视送上红包 祝福他早日康复 同时也希望尽快找到失踪的女登山客 记得张欣杰苗里猜不到